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常被问到的问题 咱们这节课的内容就必须要你稍微会一点VIO的基础 这样的话你才能更容易的去理解这回的面试题的一些含义 包括这些原理什么的 咱们今天第一个问题比较简单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Sweeper插件从后台获取数据没问题 这个CSS代码也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图片不动应该怎么解决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早的问题 是一个非常非常早的一个问题 但也是当时是问的是比较多的 都知道什么是Sweeper插件 因为这个插件比较简单 也比较常用 这个Sweeper插件就是说白了就是一个滚动的 就是一个轮波的一个插件 就说白了咱们这个轮波图 这个插件其实是市面上现在用的比较多的 比较多的 它是由国外一个团队构建的 这个国外团队也是非常牛的 除了叫做了Sweeper 它还做了VIO.js 包括一些其他的跟Canvas相关的一些这个插件 都是比较牛的 这个Sweeper现在也是市面上用的比较多的一个插件 的确是比较全的 那在VIO中 我们也愿意用这个Sweeper这个插件 去构建我们当时的一个项目 这个作为一个轮波 本身它是一个开源 还遵循那个MIT协议 这个用起来还是比较方便的 那这个Sweeper如果想在这个VIO中去使用 一般它还是会搭建到这个Observer比较臭 这个是有同学时间去预习的是吧 这的确是 这个也是一种方式 这个Observer2就是待会我们要说的 它是这个初始化 只要你变工数据的话 就会自动初始化 这个第一次进 对对对 说的很对 这个 那Sweeper的 能听懂吗 能听懂吗 VIO不能用ANTD Mobile吗 也有 VIO那个ANTD也是官方给提供了 这个基于VIO的这个方式 这个ANTD是什么都提供 包括这个Angela 包括VIO 包括这个RAV都给提供了 这个最早期的这个ANTD就是 就是一个这个非常简单的 它这个前身是那个SUI 因为这个开发人员我认识 这个后期当初也是跟他谈了 就是他们在开发这个ANTD的时候 也是因为一个一个小插曲吧 这个如果要有时间可以跟你说说 这个插曲了 然后这个反正是这个ANTD最开始的时候 反正是前身是这个SUI去构建的 后来是变成这个Aunt Design 然后也是仿照着谷歌的那个Mount Reel Design去构建的 然后怎么说呢 它也就是一个UI框架 这个也是一个UI框架 现在它也是提供了基于VIO 基于REACT 基于这个Zorro 基于Angela的提供了一些这个UI框架 有兴趣的可以看看 那就是一个UI框架 这个关于Sweeper 咱们有点跑题了 回到咱们Sweeper 这个关于Sweeper 这个其实是一个bug 是一个很常见的bug 这个bug是怎么来的 其实说白了 就是因为它第一次进来的时候 数据先被刷新出来了 而Sweeper的那个时候 还没有那个把数据 不对 那个Sweeper先刷新出来了 而这个数据还没被渲染出来 导致了你这个图片是不动的 它是一个先后执行的一个问题 感觉ANTD NTT里面基的那个轮波 它的原理也是通过Sweeper 这个引进来的 它俩其实是一个东西 只不过这个装装的方式不一样 包括那个Viu框 这个Awesome框 Sweeper 其实都一样的 不过也话又说回来 那个Sweeper这个轮波插件 你自个儿写是完全可以的 这个 但是它给你咱们面试的时候 问你这个问题 其实是问你这个数据加载的 先后执行顺序 其实本质上问你的是生命周期 问你的是生命周期 咱们说一下吧 咱们先把这个问题完事了 再给大家解答一下 由于本堂课 咱们后续要涉及到 关于路由的一个机制 所以在这里我实现 就没有像上解克那样 直接引入这个JS去构建了 我直接使用这个ViuClean的 这个什么的 这个脚手架 去构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项目 这样的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怎么构建 稍微了解过Viu的人都知道 使用ViuClean去构建这个项目 这个安装步骤 我就简单说一下吧 安装步骤 这个安装步骤 它是比较简单的 就是总共也就那么几度 首先你得去安装一下 这个ViuClean 这个你使用NPM也行 使用YAR也行 这个尽量不要使用CNPM 这个淘宝镜像不太稳定 哪怕这个是ViuE也是一样 然后在这里我们去安装一下 这个Clean标本 Clean 然后这个完事了以后 你就把这个脚手架安装了 脚手架安装了以后 它给你提供了一个环境 就是ViuE的这个宿主环境 你可以利用这个环境 去构建一些这个特殊的指定什么的 咱们主要是使用它这引力的 去构建一些项目 然后这里你可以启动一个Webpack 除了Webpack 还有这个GAP等等 主要看你这个愿意是什么的 当然这个Webpack已经不是新技术了 已经是一个非常老早的技术了 这个现在用的人已经非常普及了 在这里咱们就不多说了 然后在这里面我们去 启动一下你这个ProjectMain 我们去实力化一个这样的ProjectMain 然后当你去引领一下这个以后 它会给你提供很多的询问信息 包括它问你是否去安装一下 这个Webpack 是否安装一下这个ESLint 或者是否问你去给你自动安装 VUE这个GUN ROOTER 这个路由这个插件 然后你通通显示就行 后期你可以在那个Webpack的那个配置项 里自个儿去删 自个儿去删 这个咱们就不说了 然后这个通常它会最后问你 是不是自动去进行CNPM的一个 NPM的一个安装 那你这里你可以直接中断 自个儿去这个手动去执行 那手动执行的话 你就随地切换到当前的 这个以定义的这个Project名称 这个名称下 然后在这里面你执行NPM 因为这样的话更好一点 防止你这NPM安装不成功 要安装不成功的话 你可以直接把那种Model给删了 然后使用其他的这个包管理器进行安装 就不会影响其他的事 最稳妥的 安装完了以后 你就可以执行它那个Package Json中的那个指定了 咱们就是NPM Run DEV 还有其中这个开发环境就行了 就是一个简单的安装过程 它其实不是咱们进行的主要内容 按照我这个步骤 你就可以构建出像我刚刚的这样的一个项目了 然后你启动起来以后 它会给你这个自动开启一个钻口号 这个钻口号就是这个什么的 Local House的这个8080 然后启动完以后 它默认会给你打开一个页面 那这个页面就是它给你提供的一个默认页面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是使用Clean这个脚手架去构建了咱们当前的一个项目 当前的一个项目 那回过台咱们说一下咱们的重点 这个咱们的重点 其实今天主要是说一下关于这个Swift 刚刚那个bug是什么 刚刚那个bug 那我刚刚也简单的说了一下 这个Swift插件 我把这个bug拿过来 咱们把这个bug拿过来 那我在这里直接就像上次一样 然后起个代表音 这是咱们今天的第一个面数题 关于Swift这个 这个为什么又会产生这个bug 那我刚刚说了 其实它主要问你这个问题 主要原因就是想问你一下 关于这个数据的一个流程 就关于Wheel中的生命逐期 它本质上还是像咱们上节课讲的 那它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个Wheel 它是提前初始化了 那这个提前初始化了以后 但是你的数据还是没有这个完全出来 说白了是你这个Wheel这个先初始化成功了 但是Data这个数据还没从后来给你返回来 那这样一个情况的话 虽然你这个后台数据也获取到了 CIF再环一写好了 但是图片就是没有进行初始化 它没有进行中心 我在这还是敲一下吧 告诉你这原因 这个问题其实是早期愿意问的 今年去年呢 去年上半年这个问题问的还是少一些 因为这个Wheel这个Sweeper也提供了新版本了 然后 默认也给咱们提供了一些属性 我们去用了 主要原因是这个Sweeper提前初始化了 而这个时候 数据 还是还没有完全出来 这是它主要原因 那解决的方式 这个有很多种 有很多种 那我这里主要指着两个方面 一个你可以从Wheel入手 一个可以从Sweeper这个插件入手 无论哪一个方面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主要有两个方向 一个是从Sweeper入手 一个是从Wheel入手 这个无论哪一种都可以解决咱们这种 这个数据这个先后执行的问题 那咱们先说Wheel吧 这个他问你这个问题明显是希望你能回答 关于Wheel方面 你是如何去处理的 Wheel方式中有两个 你可以在请求的这个Callback回调函数当中 因为咱们是链式结构 所以你可以在这个链式的成功回调当中 去进行这个Sweeper的触发 这是可以的 那除去这个以外 你也可以使用Wheel中给你提供的 这个NextTick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是专门是用来进行 这个数据 这个逆步先后执行问题的 就是他专门给你提供的 Wheel中 专门给你提供了一个方法 这个来解决这个刚刚我说的这个事 就是这个NextTick 专门给你提供了这个方法 去解决这个Dome的一波先后执行问题 专门用于解决 那这个 那怎么去使用NextTick呢 咱们简单的说一下 简单的说一下 因为咱们这个公开课主要是告诉你如何去做这个 如何去解决这个面试题 这个不是教你们这个Wheel的语法 还是写一下吧 还是写一下吧 这个页面的这个架构就不说了 因为咱们这个时间有限 APP.Wheel就是咱们这个min.js 其实是咱们的入口 那在这里面的话 APP.Wheel是咱们的这个主页面 就Index页面对应的Wheel模板 那这个模板下有一个RooterGuardWheel 这是路由切换的一个容器 这里面对应显示的东西 是在咱们这个Rooter 这个路由的配置项中进行配置 那Wheel.Use 这个Use也是常问的一个问题 它主要是用来设置这种全局的 全局的插件的 使用Use 这么去理解 然后在这里面 它会匹配的一个路由 就是写刚好这个Hello World 那Hello World的这个组件 就是默认这个RooterView 这个地方替代的一个东西 那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 在这个Components中 就有一个这个Hello World的这个组件 那这个组件咱们昨天也说了 这点VoE的模板隐形 那比咱们提供了三个标签 一个是这个Tablet 一个是这个Scriber标签 以及是Style标签 三个标签 这个Tablet就是咱们这个组件 要真实渲染的内容 也就是说白了 就是你这个VoE 这个看到的这个页面 那如果你要是不想要了 很简单 你把这个都给删掉就行了 咱们留一个 那我之前也说了 Tablet中必须要包含一个快进元素 那咱们就留一个这个快进元素 那这样的话你就能看到了 使用.VoE的模板还有个好处 它有的热加载 热重载 热重载最大好处就是10克冰心 10克冰心 好那在这的话 我们简单的先把Swiper给你进来 看看Swiper怎么去使用它 这个Swiper这个使用就比较简单了 我们先这个这个安装一下吧 这个使用NPM 我们去直接可以使用这个模块化的方式 去安装这个Swiper 就怎么安装 这里就不想讲了 就直接Swiper就行了 因为我这个网速比较慢 要不然的话 我不会去使用这个SwiperNPM 这个你们可以使用那个NPM 我给你放到Eline当中 这个安装成功吧 我们再启动一下就好 它在启动的同时 我们临时先把这个网络图架进去吧 这个网络图的这个Swiper的结构非常简单 这个有些人同学可以上他的官网上去看 这个从级非常简单 外层是container SwiperGongcontainer 然后这里面你就可以添套了 这里有一个SwiperWebber 我们可以在这里添加一个 class等于Swiper 这个其实是它滚动区间的那个东西 滚动区间的东西 然后这里面你就可以添加它滚动每一页的这个东西 每一页的东西它那个类名叫做SwiperGongSlead 基本上这个就是基于这个Swiper的这个封装的这个插件都是这么明明的 那咱们这里面就写几个轮摸板 当然你也可以添加分线器 这里我这个时间关系就不添加了 分线器其实和这个Webber是同一级的 PageNation 那我在这里添加几个图吧 那这里我使用一张这个站位图 这个HTTP 这个建议大家没事 这个可以记住几个站位图的地址 然后方便你们去这个 匿名构权的时候临时共用啊 我这里一般用的就是Temp点这个IM啊 这是我用的比较多的啊 那这里我可以占一个图是640乘以320 或者750乘以320都可以啊 添加三个啊 这样的话这个Swiper的一个结构就出来了啊 那怎么去初始化它这个这个Swiper呢 就用起来也是比较简单的啊 那这个勾子函数我 说明周期函数我就不说了啊 那这个请求肯定是在Mounted当中啊 Mounted 那我们在Mounted当中啊 直接去这个初始化一下这个Swiper啊 就Y随便定一个网上买Swiper 等于这个New Swiper 当然这个NewSwiper这个组件我还没引进来 待会我需要进行一个引入啊 引入啊 那在这里呢我去点Swiper 杠 存存的啊 然后这里有个配置项啊 那在配置项中我们就可以添加一个 随便添加一个AutoPlay版啊 Swiper 然后我再添加一个这个Loop 啊循环啊 播放Swiper 好那这样的话我就简单的把这个Swiper 初始出来了啊 初始出来了啊 那这个依旧我需要给它引进来啊 引进来也比较简单 然后咱们那个最大写的Swiper啊 啊 这个WOE还有这个Node的这个Model的这个绝对地址啊 所以你在这里直接写这个Swiper 啊下的这个Dist 然后一般里面都有个CSS啊 然后都有一个Swiper键 连一点 CSS 好我们先试试啊 不管用的话 待会我们再 应该要看一下那个目录啊 好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轮波给拿过来了啊 我都没看一看啊 出来了是不是啊 这轮波图啊 出来了哎呀 我们可以看到啊 它是在滚动的 能看到吧 它是在滚动的啊 它是在滚动这个啊 那这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这个Swiper的使用啊 Swiper的一个使用啊 就是在这里面我们去切换滚动啊 那这样去使用 你虽然哎 你现在看见它是好用的 因为咱们没有去一步请求这个数据啊 如果你一步去请求这么写的话 肯定是不可以的啊 那在这里你就可以使用我刚刚说的这个NextTick啊 那NextTick这个 这个方法是View中专门给你提供的啊 它专门是给你提供做这个DOM一步操作的啊 那NextTick肯定是后置性的啊 它后是 它肯定是后置性的 所以往往在这里你可能需要进行一个这个Alex的Data啊 去进行一个请求啊 我这模拟一下一步请求啊 那在这里完事了以后 你可以在它的这个这个下面直接去调用这个什么呢 雷斯.dollar啊 这个方法也如果你要是在内部使用的话 需要这个添加dollar啊 NextTick这样去写啊 我们在这里可以添加一个这个 函数啊 它内置了一个这个回答函数 在这里面你就可以去添加这个初始化的思维法了啊 那这样就是一种解决方式啊 在它后置性的啊 就能保证我们刚刚说的啊 这个当数据这个加载完了以后 它才会初始化 这是一种方案啊 那另一种方案就是你可以从这个Sweeper招手 那Sweeper招手的话 它也给你提供了些这个属性啊 像我们刚刚这个永同学已经说的 这个Observer啊 设为处啊 那这个Observer设为处代表的就是修改你这个Sweeper自己 或者子元素的话 它会自动帮助你去初始化这个Sweeper啊 那除了这个以外还有跟它对应的 还有这个Observer啊 这个Parents 啊Parents啊 这个如果你设为处啊 是这个如果你当前的Sweeper 包括这个当前Sweeper的副元素啊 发生变更的时候 它就会自动出始化啊 那这样的话也可以解决我们刚刚的那种 这个Sweeper这个先后执行顺序的问题啊 但无论哪一种啊 就是都是跟咱们这个执行的这个生命周期有关系的啊 要明白为什么这个Sweeper它是这个 这个一开始默认是不动的啊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初始化的原因啊 初始化是在这个数据先这个后执行啊 这个先执行啊 先执行的 说错了啊 是先执行不是后执行啊 先执行的啊 才导致了咱们刚刚的这个现象啊 这是关于咱们第一个问题啊 这个Sweeper插件啊 Sweeper插件从后来获取数据啊 后来获取数据的一个问题啊 这个能听明白不 这个不说的话 咱们就下一个啊 下一个啊 刚刚这是关于这个Sweeper的啊 关于Sweeper的啊 这个是也是哪一个先执行啊 这个肯定是这个 这个刚刚我们说的是 肯定是这个什么呢 这个Sweeper提前先出手化的 然后这个数据还没加载出来啊 Sweeper先出家这个出手化 然后这个才这个数据才加载的啊 这个Netpeak是下一步啊 我是让它这个Data先执行 然后再执行 Wil中的龙波图都用Sweeper 你可以收写啊 可以收写啊 这个Sweeper 就龙波图这个产品是最简单的啊 这个你自表封装一个这样的插件的话 可能也就几百行的代码 几百行的代码 Wil Swiffer这个主播 或者它提供的动画效果比较炫啊 它提供了很多那种就是 帮助你构建这个各种各样情况的啊 不使用也可以啊 使用的话 它也是MIT 尊讯这个MIT协议的啊 你也可以这个完全没有问题的使用啊 好了 那这个问题就说到这啊 这个 我们知道这啊 我们知道的 对 不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